随着安东尼一年,240万美金加盟火箭,NBA自由市场夏天基本没有大牌签约或交易的新闻,而火箭终于组成了自己的三巨头,不获得到安东尼后火箭的前进似乎并不被大家看好。 所以SPN最新的预测新赛季总冠军夺冠概率时火箭只有6%,甚至远不如凯尔特人仅比,胡人多1%,不过球队总经理梅雷对于安东尼的加盲则十分看好,我们对我们的情况感到信心十足,球员们处在他们的巅峰期,这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非常轻松的决定。 我们感觉,我们这里的情况,我们很可能有着安东尼搭档过的球员中最好的两个,哈登和保罗,我们感觉他可以融入进来,并且以一个高水准做出贡献。